求助 真子从电视里跑出来了怎么办 再下等 有点急 男主阿强正面临着尴尬的情况 五分钟前 他家电视突然冒起雪花 亚洲第一盟女真子从井里跑出来了 眼看着就要爬出电视 阿强首先选择了咨询人工智障 好容易啊 直接物理超度 想得没 真子大人神通广大 完全用爱的发电好吗 这招可以啊 阿强赶紧搬起电视 堵住了真子的出路 但力量这块 我阿甄姐根本没在怕的 几招猛虎掏心 就逼得阿强不就范 成功爬了出来 完蛋了 这下怎么办 眼看着真子越爬越近 阿强突然想到了 整英书对付僵尸的那套法子 他是又摇铃铛又撒黄纸的 甚至摘下脖子上的大蒜扔了过去 生无可恋了阿大哥 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不愧是人工智障 居然能想出这么机智的方法 通过灼热的火焰建立包围圈 让真子丧失行动能力的同时 还可以损上智力 一举两得 妙啊 你好 考制已经送达 记得好评和亲亲 没办法了 既然法术攻击不起作用 那就只能近战肉搏了 阿强瞬间化身叶问 一顿操作猛如虎 却被真子的一招猴子偷逃 揍得像个二百五 甩不掉啊甩不掉 阿强开始了逃亡之路 可是这真子 吃饭的时候要跟着 打游戏的时候也要跟着 合着你老飘着不累啊 阿强是快要扛不住了 又向人工智障 问了一下解决方法 听到这个建议 阿强是大彻大悟了 综合他看过的 午夜兄灵 一二三四级经验 真子的怨念 就是来源于 人与人之间的 不信任 不关怀 不诚实和不友善 所以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用爱来感化他 阿强越来越像一个 普通的女孩 她每天陪阿强吃饭 陪阿强打游戏 甚至会为了抢电视 两个人从此 过上了没修没操的生活 一年后 家里多出了五个小真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来爱情来了 真是挡都挡不住呢 各位母胎 solo的小伙伴 别着急 家爷子花子 美美子和富江 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